好 球迷朋友们 我们当然接着带来这个 第二场的一个赛事推荐 那么这场比赛是一甲的首回合 桑普多利亚主场迎战 AC米兰的比赛 桑普多利亚上个赛季 以这个联赛第九的成绩收官 新赛季从热身赛和意大利杯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整体战力也是不容小觑 不仅打出了一波四连胜的一个战绩 而且前场也是颇具杀伤力 唯一不足的就是防守端略显不稳 此前背赛的话 区区这个面对这个应兵球队的话 也是只能勉强一球小胜 而且早早就两球落后 如此防守的话 这个暗含这个隐患 暗含隐患 此一面对这个米兰的这个犀利进攻 看能否顶住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再看一下A4米兰这边 A4米兰这个夏天呢 可以说是这个对阵容进行的一大番的一个重组 虽然失去了这个恰尔汉奥鲁 多纳努玛等几名主力的话 这边也是这个未有发一分钱啊 是引进了这个这个中场的托纳利 包括这个法国大前锋 吉鲁啊 后方的话 托莫里巴罗等球员 可以说是现在的米兰 虽然说没有花多少钱啊 但是整体的实力还是上升了不少的啊 而且从此前的热身赛表现来说啊 状态也是非常的火热 综合来说啊 两支球队的目前实力差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差距的啊 虽然商博多利亚的战绩比较出色啊 但是上个赛季面对两次米兰都是没有办法去胜啊 近年来的话 交锋的话也是输多赢少 似乎在米兰面前啊 吃亏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这场比赛的话 我个人倾向于看好米兰能在客场群取三分 推陷比分的话 这边是0比2 1比2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赛事比赛的一个前瞻分析的话 大家都可以在主页上看一下主播的联系方式 可以添加啊 进行 咱们在区里面会随时也会给大家赠送这个正品球衣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